但是我看那個老花眼鏡 好像比如說像近視眼鏡 你還要去配 還要度數幹嘛的 弄很久 可是老花好像隨便 路邊攤也可以用 對啊 它有講究嗎 對 其實這就跟我們那個 衣服也是有 成衣或訂製服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如果說大概 避個函這個穿個衣服 成衣當然是沒問題 所以有時候去郵局銀行 它會幫你準備一個現成的眼鏡 那其實就是幫助你說 雖然沒辦法看得很清楚 但是它大致上是看得到的 OK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左右兩眼的度數 通常不會完全一樣 然後另外還會有一些閃光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 如果是長時間需要佩戴的老花眼鏡 應該還是要經過厭光師 正確的厭配之後 根據你的度數量身打造會比較好 了解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 3C光線傷害 這應該每天都有的啊 這個有怎麼 這個怎麼能解決不了的 我們就跳下一個吧 太消極了 逃避了 你們都是看 因為我都是調到最暗 我調最暗 妳是最暗 因為最省電 因為如果調太亮 其實很不舒服 可是晚上在滑的時候 就會覺得太亮 我就把它調最暗 而且我真的覺得有差耶 有時候晚上在那個 網購的時候 然後晚上關燈啊 你調到最暗的時候看 其實眼睛沒那麼吃力 但是有時候一個項目看不清楚 你把它調到最亮的時候 你會忽然覺得眼睛很刺很痛 對 很不舒服 對啊 調最亮 而且手機其實有一個護眼模式 對 會隨著那個環境 對 那個會隨著環境去做變化 有啦 蔡閨寫的是暗的啦 是暗的 是暗的 那黃醫師 請問你的手機是暗的還亮的 我的就是剛剛講的 自動模式 對啊 護眼模式 隨環境去偵測 對 OK 我是覺得 不要說是手機啦 電視也一樣 你們在室內看電視的時候 不要把燈光調得那麼亮 對 然後你們出去曬太陽的時候 也不要曬很久 其實他們都會傷害眼睛 其實這個姿勢我是很懂的耶 真的 可是我怎麼覺得蔡閨姐講起來有點 黃醫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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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醫師是這樣嗎 大致上是正確啦 不過就是環境光線跟手機光線 實際上我們是建議要平均 平均才是好的 因為你若只說手機調亮或調暗 但是你並不知道說 到底那個環境是亮還是暗的話 這樣其實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不管是電視 或是手機都一樣 我們建議是環境中的光線 盡量是跟手機本身亮度是均勻的 一致的 這樣會是最舒服的狀況 蔡醫師有提到說在戶外 戶外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戶外的光線 比我們所有的3C產品都要亮 100倍以上 所以它不只是有藍光 而且更有危害的紫外線 所以在戶外的防曬呢 其實比遠比室內看手機3C這些 來得更重要的血量 所以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對 可是如果我們看電影 不是那個燈都是全暗的嗎 對 沒錯 這樣就可以 電...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啊 說距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當你今天距離是比較遠的情況下 像電視或是電影院這麼遠的話 其實對眼睛的傷害相對上就比較小了